大家好,我是绿远镜 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也可以加入会员 成为木叶忍者村的一员 可以在未来非常多的游戏直播 杂谈直播 影片首播 刷各种不同的贴图 以及能够决定未来影片要拍什么 想要成为木叶忍者村的一员 就加入吧 大家好 我是绿眼镜AKA 好久不介意一周系列回来啦 上一集已经18个月前啦 各位观众 终于终于终于 一周系列回来啦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拍一周系列呢? 就是因为之前的一周系列 吃太多高热量 可能鸡麦当劳胖老爹等等 吃完一整周 身体会不太好 而且会变胖蛮多的 所以就稍微先暂停 但是呢 现在要强势回归 如果各位想要每个月 都看到一集一周系列的话 帮我把站点起来 然后观看也帮我观看起来 分享出去 看能不能久违的破一下10万观看 就会每个月都出个一周系列 那竟然之前一周系列 会有这种身体不舒服 不健康的感觉 我们新的回归的这集 就来健康一波 没错 今天的计划久违的 S2计划者 一周只吃沙拉 我这辈子没什么在吃沙拉 几乎是没有 这辈子吃到沙拉的次数 加起来可能不超过10次 那今天呢 我点了沙拉的一个套餐 我为了点到可以免费外送 所以点比较贵 但沙拉本身就蛮贵的 那我们这周呢 除了点这个外送 看有什么样的沙拉之外 也会有其中几天会吃 7的沙拉 或者是全家的沙拉 来PK一下 来感受一下 不同的沙拉 到底会有什么感觉 那通常这种外送的这种沙拉呢 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料 7的全家呢 可能就是沙拉盒吧 我不知道 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料 如果外送的东西 有一个set 那就叫set 如果没有 那就是沙拉 纯沙拉 OK那我们一样会来量体重 这7天下来都吃沙拉 身体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感到更健康 会不会变瘦很多 还是会不会有不舒服的状况 毕竟呢 我自己住的时候呢 基本上 没有在吃蔬菜 我基本上只有回台南会吃蔬菜 因为我觉得 叫个饭 然后要叫蔬菜什么的 好贵 但如果我们拍这个一周 只吃沙拉 诶 主菜就是蔬菜 好那我们等沙拉来 然后来量体重 OK那稍微广告一下 我的新频道 绿油镜GAMES 还有绿油镜 都登场啦 那游戏频道会把所有主频道旧的游戏精华 以及新的游戏精华 都会放在游戏频道里面 主频道不会再放了 也会另外制作游戏的相关影片 我自己个人非常想要做做看游戏这一块 想做就去做 就开了游戏频道 另外绿油镜 就是发一些动漫相关影片 歌曲cover等等的 因为我也想要做有关动漫的角色介绍 火影的介绍啊 或是一些其他的新翻就翻的介绍 影片都会在绿油镜 这个油油的频道 也会有VTuber 以上的改变是为了让主频道更完整 主频道依旧会直播 但是会留下来公开的直播 就是杂谈类的周日八点聊等等 其他游戏的直播 全部都设非公开 然后精华都会放在新频道里面 然后还有如果各位有想要 有观众来信时间的影片 想要寄信给我 或是有想要寄礼物给我的 我非常喜欢拿到手写的信 如果有想要的话 底下留言跟我讲 如果有比较多人留言 我就去开一个信箱 来有一个之后的观众来信时间 不会让各位还要寄到便利商店比较贵 开一个信箱比较便宜几块的这个邮票 就可以寄信过来 我会把它们念出来拍成影片 OK 那我们就准备等这个餐来 量一下体重 第一天 今天时间太久没拍一周系列 忘记要讲时间 今天时间是7月30号 晚上7点06分 因为已经7月底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8月份回归的一周系列啦 9月份想要看到的话 赞给它按起来 观看给它上去 超过10万 9月份再来一集 好嘞 我的这个沙拉送来了 沙拉好轻喔 沙拉是一个好轻的东西喔 旁边这个套餐的浓汤都比较重多了 OK 我们先来量一下体重 67.4公斤 好的 这是我们的沙拉组合套餐 原本只有这一个啦 但是它这个是180块 然后外送要199才免费 他就有推荐加套餐 加套餐就是有这个 面包加上浓汤 再加90 270元 这是我们第一天的沙拉 比较完整一点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一间 Uber叫的这个外送的沙拉 它有这个像是橙酱的沙拉酱吧 先加一下 OK 里面全部都是 都是草 等一下 呃 青椒 呃 青椒不行 对不起 赶快吃点菜 哦 我也不知道这种是什么 还是一般的菜嘛 应该是它加进去的酱的那个 酸甜味 还不错 这个它的鲑鱼喔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主餐了 蛮嫩蛮新鲜的 有点借在生鱼片跟煮好的鲑鱼之间 带一点清淡清淡甜甜咸咸的 它的香料 然后还有它这个鲑鱼本身的这个 半生不熟的这个味道 但是我没有说不好吃 我觉得还不错 那它好像就这样喔 就这种菜 一种是有这个比较深色的 它有一点这个培根 然后一点面包 鲑鱼跟苹果 就这样 它有甜椒 我们来吃一下面包 喔 面包不错 很扎实 湿湿中带点干干 又干又湿的感觉 面包还不错 有点葡萄干的甜味在里面 来点浓汤喔 它浓汤里面还有这个一块 就是面包嘛 浓到很温暖 很赞 浓汤加这个面包 喔 好吃耶 用这个一二汤匙吃力也不错 我之前拍过 郭云的春马 在里面也有吃过一二拉面 听说台湾最近 海北要开了一二拉面了 到时候开放内容 解禁之后呢 绝对立马 拍给各位看 鲑鱼配菜 鲑鱼要配菜啊 因为单吃菜喔 除了那个沙拉酱的那种味道之外 就会有一点苦 所以呢要吃一点这个 其他的 来中和一下 那我们马上进入 第一天的 地周只吃沙拉之旅 OK吃完了 还可以 我说饱度 但是如果没有浓汤跟面包的话 一定是不够饱 然后呢 最近有稍微比较早起 但是一样是这个 过中午啦 那一样吃一餐 所以我猜如果之后会不够饱 SAVEN或全家的话 我看一下要怎么买 可能买两份还是怎么样 买个鸡胸肉 这种健康类沙拉类 健身餐的那种概念 主体是沙拉 那也不吃什么高的量炸物 什么全部都不吃饭面 什么也都不吃 就是吃这个沙拉为主的 看它的set是怎样 或者是SAVEN全家有什么样 也是类似沙拉的感觉的东西 就给它一起吃下去 可能会比较饱 今天吃饱量一下体重 68.1 素不素 素不素 第一次这种 吃完量体重 增加不超过一公斤的啊 之前一周系列 随便吃啊 每天麦当劳什么的 随便一天都超过一公斤 一点多两公斤啊 吃饱后啦 一直用来三四公斤都不意外啊 那这次可能真的要瘦起来了 已经没什么在吃东西变瘦了 但是SAVEN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最近呢 已经不是一天一餐了 就是为了省钱 大概两天一餐 三天一餐 那刚好这一周系列 让我每天都可以吃 每天都有吃沙拉 OK 那我们再看看 剩下六天都只吃沙拉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会变多瘦 好的 现在时间是 7月31号晚上8点28分 今天因为有发片喔 还有弄其他东西 所以呢 比较晚吃 那吃之前 我们先量一下体重 67.3公斤 OK 其实还好 比昨天瘦了0.1公斤喔 那今天就是吃 我昨天讲的便利商店啦 哼 各位 这是我们今天的 全家便利商店的沙拉 一开始还在这个微博区找不到 后来发现它在这个水果区 跟这个 御饭团它们放在差不多的位置 我把剩下所有的沙拉都买下来了 它剩下只有这一款 鹰嘴豆彩酥双享沙拉 49块 然后它有三种酱 那我选了这个凯撒酱10块 因为它每个酱都要10块钱喔 所以呢 我今天选了这个凯撒酱 起司大蒜多层次风味 再来是 剩下的两个 上面有写到沙拉的东西 分别是 青酱优格鸡肉握沙拉 青铃烤鸡握沙拉 这是整个全家里面 围山剩下的 有写到沙拉的东西 我本来讲说 他不要只挑一个来吃 下一次再挑另外一个 后来发现 应该会吃不饱 所以我就直接都买了 好不好 这两个都是62块 然后因为现在晚上嘛 所以它有一个什么鲜食醋之类的 反正总共这餐原本183 然后它好像有这个 折下变成163 好 那我们就来吃今天的沙拉 海大香 哦呦呦呦 哦 是这种白色的 白色黏稠的液体 这个给它加起来 加一点在这一边 这一颗我不知道是什么 沙拉球之类的 来吃一下 好酸喔 的确有起司大蒜 多层次风味 大家都喜欢柠檬嘛 那所以那种酸酸的我就喜欢 那我们就先来吃一下这个 它量没有很多喔 就这样小小的 这样40几块 来吃一下火腿跟这个菜 嗯 就很普通的沙拉 火腿还行啦 甜甜的 然后配上这酸酸的感觉 还OK 这什么 你像马铃薯 小黄瓜配一点这个 胡萝卜 嗯 酱不错 马铃薯你上面有点 细管面的这种感觉 嗯 还行啦 再来是 轻酱优格鸡肉或沙拉 优格喔 不不 今天这三个东西 从来没吃过 哦 外面这个感觉是很薄的那种 春卷皮的感觉 的确有那个青酱味道 Seven的那种青酱意大利面的那个青酱味 有点九层打的香味在里面 第二口中间有一点鸡肉的东西跑出来 然后 就点菜啊 冰冰痒痒的啊 还行 有点微鸡肉的感觉 再来第二个青年烤鸡沃沙拉 很像那种汉堡王 还是这种摩斯汉堡之类的 就一般的这种皮喔 来 哦 你看有鸡肉 这两个是类似的产品 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这个还有一点辣 这个比较有一点主餐的感觉 小春卷汉堡的感觉 那这个呢 它比较偏点心的感觉 因为它有点优格的这个甜味 都还可以啊 不然一支 这个其实还不错 它有点辣辣的 然后有点提味 OK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二天的 一中只吃沙拉之旅 好 吃完了 先来量一下吃之后的体重 最后是7.7公斤 可谓是相当没有进展 哦 这个一份是137克 两份就274 那再加这个 诶 差不多0.4公斤 可是呢 莫名的有一点饱足感喔 可能是因为这个饼皮啊 然后那个鸡肉 如果只吃沙拉绝对是不够 但是呢 目前并不会饿 而且昨天吃完一整天下来 没有吃东西 其实不会到太饿 是刚才要吃饭起来呢 有一点点饿啦 那现在吃完其实也不太饿了 OK 那我们再看看 剩下的五天都只吃沙拉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吗 好 现在时间 8月1号星期日 晚上6点56分 第三天 今天穿着奥运的衣服 因为我待会要来 转播小代的冠军赛 OK 加油 今天我们点的是Uber 另外一间的这个沙拉 我就在UberEase上面搜寻沙拉 然后呢 它就会出现一些店 然后就找到里面的沙拉喔 欸 沙拉都蛮贵的耶 不过还好 因为Uber要免费外送要199 所以我也是呢 点的比较贵的沙拉喔 那我们吃之前先来量一下体重 66.7公斤 又变瘦啦 66.7 昨天67.3嘛 比起昨天瘦了0.6公斤 吃沙拉真的会变瘦啊 那今天这个是 香煎鸡肉凯撒沙拉175 然后呢 它有这个推荐的这个副餐 炒蛋 25块 刚好200 我就想说 因为这个沙拉嘛 配个炒蛋 很有那种早餐的感觉 所以我就来试试看 然后也可以把炒蛋的倒进去 来 我们先吃一下这个 凯撒酱 它有点面包蒜泥的感觉在里面 然后 我觉得比昨天全家凯撒酱好吃不少 先试试看这个 它的菜配这个酱 我就直接加了啦 酱不错 菜就很生 非常的生菜喔 吃一点这种小面包 诶 蛮脆的 再来是这个 应该是鸡肉 不会太柴 但是 就简单的那种鸡肉 算软嫩的 蛮好咬的 但是还是有点干干的 这应该是培根喔 喔 培根蛮好吃的 培根味很重 很咸 沙拉可以这么咸吗 然后再来是这个 番茄 番茄不错 然后来吃一点这个蛋喔 炒蛋 喔 还不错 很温热 直接倒入这个 沙拉里面 整个这样子 一个大口的这样 各种吃法的 不得不说 它的酱真的不错 配上鸡肉什么的 其他的 都蛮好吃的 配点培根看看 嗯 很赞 酱料不错啦 只是它倒不太出来 它是那种高高状的感觉 所以要这样沾 那蛋配起来也还OK OK 那这个还不错吃喔 我是觉得还不错 那我们就进入 第三天的一周只吃 沙拉之旅 好 吃完了 非常的不错吃 这是我这几天觉得 数一数的不错的 所以才吃三天 它的鸡肉跟这个培根 还有蛋都不错 怎么都在讲 不是蔬菜的地方 蔬菜呢 就吃到后面有点偏苦 但是如果加凯撒酱 它凯撒酱真的好吃 但它给太少了 喔 它凯撒酱如果给多一点 一定很爽 直接加爆 然后这样加爆吃一定很爽 砍到这样我给很高的分数 OK 那我们吃饱后来量一下体重 16.9公斤 这么少吗 只增加0.2公斤 感觉有多一点 应该至少有0.5吧 饱都是其实还OK算饱 但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出现了 我有点腻 这几天呢 没有吃到什么饭 也没有吃到什么面 也没有吃到什么素食 有点腻你知道吗 可能有一点点肉这样子配喔 但是呢 太多的菜呢 有点非常的腻啊 虽然每天都尝试不一样 但还是有点小腻 那我继续撑下去 好久不见的一周系列 努力拍一下 OK 那我们再看看剩下的四天 都只吃沙拉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好的 现在时间是 8月2号第四天的下午4点44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 今天的体重 66.5公斤 嘿 66.5公斤 这是今天的晚餐 等一下来介绍一下 现在是4点多 今天比较早 因为大概6点半 一样要来直播 中华队对日本队的女子桌球八强赛 昨天呢 小代辛苦了 非常精彩的一场冠军赛 真的是衰败有龙啦 大家都看了非常的紧张刺激 那全台这样一起 欢呼正臂怒吼 高兴振奋挥拳 我在直播中超级激动 超开心 但是也超难过 体育运动真的是可以凝聚大家的心 那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各种运动 不管是棒球 篮球什么的 台湾的运动真的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像我从国小就有在看 各种的球赛 到现在一直都有在看 有在进场 这样也是非常好的支持 OK 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晚餐 今天呢我们叫的是 盖子美式餐厅的松板猪胡麻温沙拉 一样是沙拉 这个就贵了 260块 为什么沙拉都这么贵啊 每一天叫起来都是差不多200 甚至是超过 除了全家比较便宜之外 其实它都是这样超过200 闻起来非常重 这边有这个小面包 然后这个是它的胡麻酱 这也是胡麻酱 那我们现在吃一点原味 先来一个松板猪啦 太久没吃到这种食物嘛 很不错的肉类 虽然这几天都还是有小吃一点点的那种 沙拉旁边的那种鸡肉啊 前几天都有 这个松板猪呢 好舒服喔 好久没吃松板猪啦 但是它很薄 然后咸咸的 味道够 那我们吃一点这个 它的菜好了 先吃一点原味 就是菜 加一点胡麻 哦呦 这胡麻的味道 我觉得应该不错喔 欸它有花椰菜 来来来 这几天第一次看到花椰菜了 花椰菜 嗯 胡麻酱好赞喔 这几天都是吃到凯撒酱 第一次吃到胡麻酱 胡麻酱OK 胡麻的味道很重 所以呢 没有什么生菜的这个 很生的菜味 没有这种感觉 来吃一点这面包 很脆 欸这天盖子美式餐厅 这面包是这几天最好吃的耶 超脆的耶 而且超香的 又脆又又香 一咬就爆开的那种感觉 整个面包的那口感在你嘴巴爆出来 脆脆的 然后很香 来吃一点有胡麻酱的抽满酥 嗯 很赞 配菜 OK 平常优质啊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把胡麻酱再加下去 第二个胡麻酱 再给两个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第四天的一周 只吃沙拉之旅 好吃完了 我们先来量一下吃之后的体重 66.7公斤 又是只增加了0.2公斤喔 相当之少啊 我本来要说今天比较没有那么腻 因为有吃了这个胡麻酱 不同的口味口感的感觉 但是呢我错了 还是 因为腻 主菜吃完之后呢 剩下的那些菜 虽然是新的胡麻酱 但是还是有那个腻感啊 就是都一样的这个感觉 那面包真的不错吃 然后说满足也还OK 但是量就有点少 加260耶 这几天发现这种沙拉类的好贵喔 那有点腻 然后也在变瘦中 但是我感觉每天这个大号都蛮健康的 我觉得不错 有这种健康的感觉 感觉神经有稍微气爽的 那么精神气氛比较好的感觉 OK 那我们就看看剩下的两天 欸不对 有点腻到想要剩两天了 没有 剩下的三天都只吃沙拉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吧 5 6 7嘛 OK 好的现在时间是 8月3号星期二晚上7点30分 第五天 刚发完500元吃7的影片 OK 来量一下今天的体重 65.3 怎么皱降 昨天是66.5 变65.3 少了1.2公斤耶 OMG 每天都很贵 结果还变这么瘦 今天吃的是 它这个是一个套餐 而且它一定要点套餐 不能不加饮料 那总共这个 泰式柠檬鸡腿沙拉 加韩式蜂蜜柚子茶 总共289元 超级贵 那也很久没喝饮料了 刚好来喝一下 整周就是健康吃啦 虽然还是不健康睡 哦 柚子塔蛮有味的 OK 那我们来吃一下它的 泰式柠檬鸡腿 先吃原味 嗯 蛮烫的 OK哦 加点柠檬 个人很爱柠檬啊 剩下的就直接吃 嗯 很酸耶 蛮赞的 吃一下 酸酸的 味道更优质 加点他们的酱 哦 有点辣的感觉喔 这是它的沙拉的拌酱 它里面有这个水果 嗯 还可以 它其实水果很多 它有苹果 滑辣 好赞 真的很多水果耶 嗯 嗯 番茄 都还不错啊 吃一下它的菜 哦 不一样菜味 好了 那我们就去 一周只吃沙拉 15天之鱼 好 吃完了 没有说很多 这样要289 那我们来量一下 吃之后的体重 65.8公斤 好 增加0.5公斤 反而比较多 我有点搞不懂了 前两天面咪比较薄 但是却吃饱 增加的都 0.2 0.3公斤 今天吃完 还有点饿 却增加0.5公斤 那 的确 开始腻了 好腻 每天已经在尝试 不同的餐点 不同的配料 还是好腻 那这一间 它的那个 鸡肉还不错 然后 水果的部分 都还OK 算有脂 番茄也不错 然后它里面有芹菜 我觉得还算不错 那至于菜 最常见的这个 高丽菜啊 这种沙拉菜 加了这种酸辣酱 还是很腻 再撑两天 九尾利之后 谢谢 好累 好腻 好想吃点 饭 好想吃点面啊 那现在时间是 8月4号 第6天晚上7点38 马上来扬一下 今天的体重 64.9 好比昨天又瘦0.4公斤 那第一次看了 预言经一周系列的 我不管是吃素食 还是像这样子沙拉 都是一天只吃一餐 所以呢 体重的变化 不会因为是一天吃一餐 变得特别瘦 因为之前一天吃一餐 吃素食类 麦当劳类的 也是变胖很多 所以都一样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天吃一餐 好那今天吃的是 7 首先是 洋芋沙拉 佐生菜 配上这一个 和风酱49块 我还买这个绿竹69 很适合配沙拉 再来适合配沙拉的 海盐水煮蛋 35元 还有我们沙拉上的主餐 义式香炒鸡胸肉 59元 最后是我们的 跟全家一样的这个卷饼 是松露风味 野菇烘蛋卷饼 52元 总共是264块 今天的搭配呢 就是以这个 平常外送 都会有一个 主食配上沙拉 然后可能有蛋 那我今天再多加了竹笋 应该也是满沙拉类的 来吃吃看7的竹笋 原味吃起来 水分蛮多 还可以 但它吃完有点苦干味 吃一下水煮蛋 中间的蛋没有全手的感觉 我喜欢这种 没有全手感觉的蛋 可以 进入到它这个 一样跟全家的这个沙拉和烟 都有这种 薯泥啊 很甜耶 这比较好吃 我觉得比全家好吃 再来这一次有个鸡胸肉 今天的主餐 OK 加一下和风酱 好酸喔 来一口 好酸喔 这加筍子 喔可以可以可以 番茄 OK啦 野菜味蛮重的 番茄的野番茄味也蛮重的 最后它这个手卷 我感觉皮很厚 我里面都没看到料啊 一口咬下去 都是皮 吃进去之后 就有点香菇跟蛋了 还可以 味道还不错 但是皮真的太厚了 好了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 第六天之旅 好了 出完了 来量一下体重 65.4公斤 变胖0.5公斤 今天就有这种 吃比较多 然后 比较薄 变胖的感觉 的确自己挑比较多 但是呢 还是蛮贵 264 平常7全家 如果真的要吃饱 1-200块内就可以搞定了 现在有264 然后还是这个沙拉蔬菜类 还没有到很饱 不过还行 沙拉的部分 真的越来越腻 还好有其他东西 今天吃了一点筍子 跟这个蛋 卷饼 鸡肉 其他这个原本的这个菜呢 真的是越来越腻 这样不一样 还是很腻 好 那我们再看看最后一天 都只吃蔬菜的话 这一周最后会 发生什么事 会变 多瘦 吧 好的 现在时间是8月5号 星期四 最后一天晚上7点04 我们来量一下最后的体重 63.1公斤 怎么又暴跌 昨天64.9 时间少1.8公斤 然后第一天是67.4 所以我们这七天下来呢 总共少了4.3公斤 OMG 然后今天如果再这样吃 然后明天 差不多5公斤喔 我影片晚一天出 那我明天再量一次 晚上的时候量一次体重给各位看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差5公斤 好 那我们来吃今天的沙拉 今天我们叫的是跟 10天不出门 餐餐500元 第一天的披萨 同一间 他们也有这个沙拉 我叫的是 柠檬慕斯沙拉 跟柠檬舒肥鸡 总共是300块 130跟170 喔 好贵 这样七天下来 也是快要2000块喔 真的好贵喔 每天都只吃沙拉 这样子少少的 还是吃到差不多2000耶 我平常一天一两百的话 七天大概也就1000块不用耶 哇塞 好贵 好 然后我今天其实有看到 它非常多的这种 元烧啊 还是一些美式餐厅 也都有沙拉 可是呢 它的这个变成是 肉为主 像元烧它就是一个 牛排为主 旁边是沙拉 虽然它写什么什么 牛排沙拉 但是呢 我看那个图片 还有一些美式餐厅 都是以那个肉为主 沙拉为辅 所以我今天还是叫了 这一个纯沙拉 柠檬慕斯沙拉 跟这一个 柠檬舒肥鸡 就一样是一个 简单的鸡胸肉 两个沙拉 这样子 感觉比较 符合我们这一周的沙拉 不要吃那种 以肉为主的 我们还是以沙拉为主 两个都先给它 加上这个 柠檬慕斯酱 非常之酸甜 来我们先吃一下 这个沙拉 它有这个小水果 很像橘子果肉的 不错吃 再来是苹果 哦 苹果很甜 番茄 哦 番茄 很重的番茄味 我看到它的重点了 它有慕斯 这应该是奶油吧 哦 它有吃的 好像奶油 我变得好像在吃甜点 加奶油之后好赞 虽然奶油是不是高热量 跟这个素食是不是不太搭 所以 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天 不管怎样都很赞 两边的这个菜差不多了 洋葱 哦 洋葱不错 沙拉这边没有洋葱 是鸡胸肉这边才有洋葱 好 最后是这个 鸡胸肉 蛮咸的 蛮入味的 然后胡椒味很重 肉算暖的 不错 好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 最后一天的一周之旅 好 吃完了 有奶油 真的爽 量一下体重 63.6公斤 好的 有两个 吃起来算是七分饱 还OK 那今天的确是蛮好吃的 洋葱不错 然后鸡还OK 那奶油配上菜 这个好吃起来 本来那种菜的那种 腻的感觉 就比较没有 虽然还是很腻 OK 那我影片晚一天出 我明天特别再量一次体重 看这七天一整周 都只是差 最后会变多少公斤 67.4 到最后 我猜 有可能瘦到5公斤 我觉得有机会 就为了一周系列 感谢大家 影片最后会附上明天的体重 那这一周的心得就是 感觉是蛮健康蛮酥爽的 但是好腻 尤其是菜的部分 腻到不行 有吃各种不同的东西 但还是腻到不行 我呢 跟你讲 今年绝对不会再吃到 沙拉了 这就是我的心得 然后好贵 七天下来要这样差不多2000 好贵 所以呢 今年绝对不会再吃沙拉了 又贵又腻 但是呢 身体是算蛮健康的感觉啦 很久没吃菜了 那这几天上厕所也都蛮OK的 好 那如果大家喜欢一周系列的话 帮我按赞分享出去 喜欢观看 我们下个月再来一个一周系列 不是很厉害 喜欢这影片 订阅这个频道 按那个小铃铛 我们下时间 等一下会有最后的体重喔 掰掰 好现在8月6号晚上7点11 来量量最后会变几公斤喔 62.3公斤 从67.4到62.3 真的是少了5.1公斤 超过5公斤 OK 好瘦啊 不不 AKA我好想要吃生鱼片 没有错 于是这次的企划就是 他必须滑吃一周 只吃生鱼片 这次的企划就是一周只吃生鱼片 OK那我们先来量一下吃之前的体重 43.2公斤 嘿 这是今天的生鱼片 我这一周会去市场的生鱼片专卖店 去买生鱼片 量看起来OK 那我这一周应该会瘦 就是上期